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這是一個12V電池 12V的電池 那我們想知道這兩個12V電池 如果電壓不一樣 譬如說來拿開 這個電池的電壓目前是12.36 這個電池的電壓目前是12.45 我剛剛已經讓它充了一次電 所以現在看不太出來 那再量一次喔 這個是多少 12.32 這個是多少 12.17 我剛剛其實差比較多 一開始是12.5 一個是12.2 它們已經被拉近了 那如果我把它接起來 也就是正對正負對負拉緊喔 正對正負對負之後呢 它會得到一個電壓叫12.40 也就是兩個相加除以2 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充電 也就是說電壓高的會對電壓低的供電 電壓低的會對電壓高的被供電 所以他們兩個電壓會拉成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藉著這樣子 來讓電池產生2倍3倍4倍5倍的供電能力 也就是所謂的併聯的能力 那併聯其實也是一種充電的概念 對吧 併聯就是一種充電概念 比如說我們原來用的像我們在CVT用的那個充電器 紅色那個充電器 它在充電的時候其實它在做的就是 14點多去對11點多去拉拉拉 去把它的電壓拉到一樣 所以最後它就可以產生充電的效果 所以我們只要正對正負對負 它就是第一個它是電池的併聯 第二個它是一個充電的效果 以上就是我們的動力實驗室解說 謝謝大家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我現在做的事情是為了藝術而犧牲 就是我如果正對負 負對正 請勿模仿 請勿模仿 因為很重要說三次 正對負負對正的 因為中間沒有負載 所以就會好可怕好可怕 各位就看到了 我們剛剛做了一個Welding 知道了嗎 我不是嚇你們了 這是真的會發生的 因為沒有負載 所以電流的從正到負 負到正就快速的流動 然後正就沒有任何的馬達什麼的 因為正對負負對正本來在電池上 我們叫串連 比如說如果一個 拔掉 比如說我們電池 電池盒裡面對不對 一個1.5加一個1.5 不是變3嗎 然後它連的方式就是正對負負對 然後我們剛剛把它的最後一個 正跟負連起來 叫做短路 好不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動力實驗室頻道的 Part 2 電池如果並連 它是一種充電的概念 也是一種增加供電的可能性 但是電池如果正對負負對正 而且中間沒有任何的負載 Welding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過得好 好